探索世间奇闻,感受不同趣事 现在很多城市都出现了一些街头表演艺术 每次这些高手在街头表演的时候 总是会吸引路人的观赏和拍摄 在所有的街头表演艺术中 最让人难以理解的应该就是悬浮术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悬浮术这一说 而是有人事先在现场准备好道具 将这些道具藏在垫子下和宽松的衣服里 用这样的方式来迷惑大家 可是之前有一位高森参加美国达人秀节目的时候 却声称自己会真正的悬浮术 还现场表演了一下 得到了现场评委的一致认可 最开始有些评委对高森的说法确实嗤之以鼻 因为大家都觉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高森上台之后所做的一系列动作 让人觉得完全难以理解 这些举动特别像是一种仪式 用一个棍子在一个盆周围画圈圈 嘴里还要念叨着某种咒语 所以现场评委才会露出一脸不屑的表情 大家都觉得这是一场闹剧 有人甚至第一时间灭灯来表明自己的态度 但是高森一直不慌不忙 接下来的一个举动震惊了所有人 和观众预想中的一样 高森仅凭一口气就直接用棍子将自己漂浮了起来 现场评委看到这一幕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观众也忍不住发出了尖叫声和欢呼声 高森大概坚持了几秒钟就摔了下来 刹那间烟雾缭绕 整个画面看上去仙气十足 看过这场华丽的演出之后 大家有没有找到暗里玄机呢 这场演出究竟有什么破绽 好了 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 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